瑞士研发除炭工厂,减排再利用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越来越高 让科学家积极研发 能够对抗气候变迁的清除科技 瑞士的一间公司就建造出 能直接从空气中移除二氧化碳的工厂 Climeworks工厂 会在一座废料回收设施上 以利用它的热能和电力 带有二氧化碳和其他分子的空气 会被送过好几个二氧化碳收集器 这座工厂目前有18个收集器 这些大箱子里面所装的滤网 一天能捕捉超过2400公斤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会连接滤网上的氨 其他分子则会继续前进 并回到大气中 饱和以后 滤网会被加热到摄氏100度 让二氧化碳被松绑和抽出 这个过滤系统能重复使用好几千次 也让这个清除和收集的程序 得以连续不断 工厂收集的二氧化碳 可以存放在地下 用来制作可再生燃料和材料 或是供食品餐饮业使用 Climeworks每年为附近的温室 提供900吨的二氧化碳 据报已经让它的作物产量 提高两成 Climeworks也希望在2025年前 能将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